普里镇 普提长青村 4921地震后 为了安置灾民而设立 而后在部分灾民家园重建搬出后 一些长者因为孤苦无依 在志工成方之的安置之下 普提长青村也陆续收留200多位长者 如今23年过去 村里也仅剩10多位长者 但因为房子是地震时建造的组合屋 目前多数管县老旧屋顶漏水 有鉴于长青村收留独居长者的异局 在三星人士的引荐之下 媒介希望义工团 带领130多位义工 到长青村修缮房屋 我想其实 今天早上一大早6点半 看到他们集合来自全省的义工 对我来讲真的非常的感动 这些人在假日放下他们的工作 来协助我们这些老人家 那长青村这20多年来 帮助200多人次的老人 我们很希望帮助到需要 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 那也必须有好的环境才能协助老人 那如果经过他们这次的帮忙 改善这些屋况好一点的话 也才能再接受真正需要帮忙的老人家 县议员陈一军表示 婆梨长青村仅靠陈芳之 以及既大食物银行的支援 实在无力进行房舍的翻修 也感谢希望义工团的善心意举 并呼吁县政府能够给予更多帮助 让这些弱势的长辈能够在此安度晚年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些义工团 130位从屋顶 然后到这个树木的修剪 然后到房间的水电的更换 然后到厕所重新的整修等等 还有自己还带了这个厨房主过来煮菜 这是非常让人家感动 那我想福利长青村 是长期在照顾长辈的这个单位 虽然我们县府也有给予一些补助 但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县劳处 也能够注意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们县府也要多给予一些协助 先议员县人创表示 希望义工团来自全国各地 这是带来130多位志工 对长青春屋舍进行前方面的翻修 也感谢他们的三心一举 从泥座 从水电 从木座 各样的工种都有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心情 非常的澎湃 那其实阿创每次都要借这个机会 来呼吁我们许多多的好朋友 其实我们地区 我们所在地的地方 都有很多人其实都需要 我们大家的来帮忙 那如果我们都有能力来 出一点小小的力量 把它汇聚起来 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来协助 需要帮助的人 副委长拍拳肯定普利长青春 多年来为弱势长辈的付出 也感谢希望一共团能够出钱出力 免费帮长青春翻修屋舍 让长辈们能够有更好的居住环境 得以安详晚年生活 记者称为一普利采访报道